我不知道耶 太冷了 你說台灣是嗎 症 症 那個是韓國的 韓國的健身教練 症多業 症多業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有個棍子 它有個粒 我現在呢 施這個方向的力 拉它 現在施這個方向的力 我是不是可以先把這力做分解 這力怎麼分解 記得嗎 就分成 分成 通常我們會先拿這條線 當作我們的X軸 把他的追手當Y軸 這樣會分力嗎 分成X方向的力跟Y方向的力 怎麼分 用長度 其實就叫投影 我們正確數據有所說法叫投影 投影到X軸的方向 我們得到一個投影量 投影到Y軸的方向 我們得到另外一個投影量 是不是 對 對吧 好 主要 X方向對於這個長度做的力矩 有沒有用 X方向這個分力 沒有 對這個方向做力矩有沒有用 沒有用對不對 因為它是隨時方向 因為它看到 對喔 支點X 是不是只有Y方向的力有用 對 好 其他Y方向這個力 我們叫做 假設這是F 這叫Fy 然後Fy的大有多少 15大 等於多少 我們學過Sine 我們學過Sine 有Sine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斜邊 Sine F 下面 Sine F F 成像什麼 Sine F 好 假設我們說 這要Sine F 這要半C在哪個方向 好 Sine 用點的 用點的 好 好 實際上 這是純量 向上成純量應該還好 然後點的關係 好 我們把它轉換成 Y方向的方向量 存在一個Sine 請問Sine Sine Sine 這裡 還是這裡 是這個角度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Sine Sine 是這樣的 斜邊 分子這邊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記得了嗎 Sine Sine 是不是 假設這是一個三角形的話 Sine C B 對不對 Sine C 分子B 對不對 C分子B 乘上C 用DOP DOP的C 等於什麼 是等於B 是等於B C約掉了 是得到B的方向 是B的大小 有沒有 我們要得到這個大小 這個大小 是跟這個大小是一樣的 這大小是什麼 是不是 我只要把斜邊 乘上Sine C 我就可以得到這個長度了 對 對吧 所以要得到這個分量 是不是乘上Sine C 好了 那我們整個來看喔 我的長度 L 所以我的D矩 竟然講於 L Close F 這一段沒有用 是不是只有Close Y 是不是等於L Close Fy 對不對 就它大小是不是等於 L的長度 乘上Fy的長度 乘上 對不起 乘上Fy的長度 Fy的長度 Fy的長度等於什麼 對 是F的長度 乘上三次大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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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什麼 絕對 你不知道怎麼樣 問哪個角色 不知道要講 不知道要講 在數學上 絕對指什麼意思 把方向走得很純粒 嗯 在數學上 你可以讓講 但事實上它就是 長度大小 距離 反正就是取純量的意思 取純量的意思 取純量的意思 取純量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什麼是純量知道嗎 嗯 嗯 我們三堂課才講完耶 同學 哦 我知道了 就是把方向 取大小 取那個量 取那個量子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假設x是有正負的 我不知道是正的 是負的 或是大或是小的 我取純粒之後 它永遠是大於零 因為它只看大小 它永遠是大於零 好 就大於零 等於零也可以 對的話 所以我們這樣取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Fy換成F 塞起來 那這是我們講外器的定義 我們講外器的定義在這邊 是不是就主要外器的定義了 OK 其實它整個就是 OK 其實它整個大小 這樣 OK 所以 立舉的算法 事實上就是出取的外器 好簡單的來 可以這樣測對 不是用這樣 哪來用這樣 T是它整個大小 所以外器的結果 外器的結果 就是立舉的計算 這樣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內器 內器在腹底鞋上有什麼意思呢 內器的結果 剛剛講過內器的結果是一個像樣的存量 是存量 是存量 剛剛沒有人回答我說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在物理學上 兩個像樣的層積完之後變存量 沒有人告訴我 沒有人告訴我 層積當然就像樣的層積有兩種 process 但是我們講層積既然是存量 一定是內器 什麼情況之下出現會是存量 好像是平面 好像是平面 不是 不是 像樣一定是 假設我們講說 比較自然的現象的話 它有什麼立體中 空氣中的任何一個方向 都是像樣 對不對 兩個像樣的成績 它結果是存量 那我們先講 什麼樣的物理量是存量 沒有方向性的量 沒有方向性的量 是存量 什麼樣的東西沒有方向性 引力 引力有方向 引力 力就是有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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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在這邊 你的引力從哪邊 下 對阿 它就有方向 壓力 壓力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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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義中的壓力是沒有方向性 沒有錯 任何一點上的壓力是沒有方向的 但是你有接觸面的時候 如果有接觸面的時候 壓力就有方向 接觸面 對有接觸面的時候 壓力就是超有方向 哦 它永遠归持那個接觸面 所以當我們在形容一個 一體壓 一體壓的時候 一體壓我們可以說它怎麼有方向 因為它不知道你的動物怎麼辦 但是你要放的動物進去 它有方向 它是力的 力的表現 所以你家裡的問題在問一次 就是 有什麼樣的物理量是存量 側力量 對 物理量 存量 光的 空間 光的量度是 是存量 對 量度可以算是存量 對 溫度也算存量 溫度 單一個溫度是存量沒有錯 距離也是存量 我們剛剛講距離是存量 時間算存量 時間 時間是 其實時間有 正時間跟負時間 它只有兩方向 但是你要說 因為我們時間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們有在物理學上 推測過去方式 說是未來方式 所以時間進去當然只有 現在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可以回到過去 時間可以回到過去 因為它推測過程 所以它們得到導出來的時間 降格是複數 什麼 所以它們認為說 有可能回到過去 那是推測過程的結果 所以實際上很多是這樣的 我們在物理學上 經過數學的推測 得到一個現象 是我們要灰色的時候 這時候大家會對那個結果 看作的想像 想像那個結果 到底代表什麼 好 你們都還沒講到 有能量 叫做能量 有出過能量嗎 能量的方向 沒有 能量有什麼方向 能量有什麼方向 這個東西很有能量 因為它們是熱的 請問它們有什麼方向 沒有 我覺得有 因為它那個 溫度上不夠的方向 好 請問它這個方向差很多 四面八方 那不是牛的方向 可是我覺得還是算有 一般的 可是它特好四面八方 它有什麼能量 呃 四面八方 此地有 此地有方向 其實只要是сть就是有方向 力旗有方向 黏黏麏 對 黏黏 黏黏 好 我現在去調一下 能量怎麼來的 能量的定義是什麼 記得嗎 不記得 不記得 記得同學講一下能量是什麼 能量是 och 二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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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牛頓的力 作用了一公尺的長度 但是我們有講一個前提 這個力用方向要怎麼樣 要同一個方向 要同方向 對不對 那時候特別講同方向 我們現在用數學來解釋為什麼要同方向 我們講的內積什麼 一個力這個方向 一個力如果是這個方向 它的角度是90度的時候 我喜歡cosida是多少 cosida 90度是多少 多少 背 不用背啊 畫圖就知道了 一個直角三角形 cos 指的是這個方向對不對 什麼時候這個方向會是0 什麼時候 垂直的時候 當這個角度是90度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底邊 是不是沒有底邊 啊 同學 他們看不懂 看不懂 沒有 你畫一個那個 我畫一個三角形 對 這邊有線對不對 你畫一個單位遠 我現在畫一個 你畫一個單位遠 然後畫個單位遠 你照這邊看得見嗎 不知道 我這個角度 sida 角度越來越大的時候 請問底邊是越來越大 你怎麼會講 誒 龍學 永不回答 你見不懂 你要講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講底邊是哪裡 你要講 不知道你到底聽懂有沒有 跳過去了 底邊知道在哪裡嗎 是啊 他的做法是基本上就是 我從圓心畫一條線 碰到圓心之後 碰到圓邊之後 往下畫一個垂直線 這個角度就是我們的sida 角 所以當時sida 角越來越大的時候 底邊是越來越大 是越來越小 當什麼時候底邊會不見 會變成0 幾度 90度 對不對 所以cos90度是0 是不是 cos90度是0 你看喔 同方向指的是假如同方向 垂直方向沒有做空 你看 垂直方向cosida是多少 cosida是多少 cida是多少 立的方向 跟我前進的方向 相同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講說才有做空 對啊 因為兩個相成多少 cos 你看這個角度是0度的時候 底邊長多少 1 底邊長就等於半定長 所以它斜邊分至底邊等於1 所以cos等於0 cos0度的時候等於1 有沒有問題 所以同方向可以得到1的結果 點秀是同方向的時候 可以得到能量的表現 對不對 剛剛角度是垂直的時候 是不同方向 我拿一桶水 我是向上施力 我水平移動的距離 我有沒有做空 沒有 沒有做空 因為我移動的方向 跟我施力的方向是垂直 cos垂直90度是0 所以我沒有做空 所以能量的定義就是從內積來 或者說內積是在表示能量的說法 OK 它兩個相量相成的結果是 我答案是足量 它得到就是足量 好不好 所以 那我們來想像 那不是0度也不是90度是怎麼一回事 不是0度也不是90度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來想一下 就分力比較好 對分力比較好 這是一個平面 我現在把一個東西 往上推 往上推 我前進的這個距離 對不對 那我到底做了多少公分 或者是說 或者說 或者說 這個東西從上面滑下來 它受力跟重力往下滑 它滑的這個距離 對不對 請問一下第一手對它施的都倒勾 可不可以 它得到多少能力 怎麼做 就分成垂直方向 OK 我們現在是垂直方向的力 跟這個方向的力對不對 這個方向的力 我們知道 垂直這個斜面不做勾 對吧 我們以前學的方向是垂直方向不做勾 是讓你看稍微平衡 然後它是090度 最後方向再做勾 然後這個方向力是縮大 這個方向力是縮大 Fx 等於什麼 層上 什麼 這個focus 這個focus 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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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 這是這一段 對 卡住了對不對 卡住就想卡住了 都碰在說卡住了 因為這個角度真的很難看 假設 我們現在講說 兩個方向的夾角 兩個項量的夾角 你看 這是這個項量 距離的項量對不對 這是立的項量對不對 夾角在哪裡 夾角在這裡 是不是 我們講這個 內積的項量嗎 A A B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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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沒有沒有 不是那一問題 他講是對的 這是角度的零邊 這是角度的對邊 懂意思嗎 我們現在記得是角是斜邊分是零邊 所以你看這是斜邊沒問題吧 這是角度這邊是零邊 斜邊分是零邊就是cos 這樣問題 所以是cosc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轉換成 所以假設這是fx的時候呢 fx的大小就是fcosc 就這樣就到了 所以如果直接乘上去的話 用像量 所以你看我們學的像量 都沒有學像的差別在哪裡 你學像量的時候呢 你所有的東西 在數學上 在物理裡面就直接乘起來 你要不要考慮什麼角度什麼油都沒有 都不需要 就直接乘起來 那但是你在活動的根據考慮 我們要先算出它的垂直方向的分離 水魚方向的分離 再拿垂直或水魚去乘 就有點複雜 你除非記得說 能量只能看相同的方向 力矩只能看垂直方向 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你才能夠做得出來 否則人家算是會有複雜 那為什麼這樣講話比較簡單 因為感覺到 那才有加不算上癢 事實上 真的在像量幾何的時候 他計算上會不太用角度 不太用角度 不太用角度 他用什麼 他直接吵 他用複雜 這是複雜複雜的角度 直接吵 好來看一下 在像量上來講的話 假如我們畫個指標標系 我現在在這邊有一個點 我怎麼說明這個點 我們先用複雜的 調整 5 6 5 6 然後這邊是 4 6的4對不對 6的4就是一個坐標點 對吧 但是呢 你如果從圓點換到線的話 這就代表向量 這個向量的大小是64 什麼 64加反式 那不要換成 這是64 那你還想說 好了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角度 是 是 是 這個角度 這角度的向量多大 2 2 20 對不對 20 對 20 那如果說這代表A 這代表B 那我們想一下 A Cross B A的大小 乘到B的大小 它乘到什麼 3C 這是外積嗎 這是外積嗎 外積是有向量的嗎 外積有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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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積有方向 所以外積 怎麼算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乘上它的角度 如果都用數學上來乘上它的角度 對不對 那這邊是多少 這邊有點像給我4嗎 對 所以你說 為什麼外積有向量 蛤 什麼 為什麼外積有向量 外積有向量 外積有向量 我們外積的結果 我是立舉的結果 立舉有沒有向量 這是特攻壓 絕對 不是 但是你知道它是有向量的啊 所以我們在講的時候是它 你如果只講絕對值的話 那大小是這樣 那它的方向是第三個方向 有沒有 這個T的方向剛好垂直於第三個方向 就是A、A、A之間的相量 它是垂直在Z軸上 它在Z軸上 這樣子 大小是這個意思 但是它的相量是有方向的 是在Z軸上 OK 好 那我們把它乘起來 怎麼乘 就乘了 就乘了 就乘了齁 它的三次軸很簡單 就是4嘛 對不對 它的大小 A的大小是不是4 4啊 A的三次軸 對不對 1是多少 2 所以就是8 外積就是8 而且它方向是怎麼 方向就是 因為這次 你不知道找 會... 這樣是外積啊 這樣是外積啊 這樣會算外積 那這個 我今天有點小學 這裡有小學 這裡有小學 所以這樣算不簡單 但是如果我說你這樣算 這位角度 外積也有個機裝方法 它的 它是3S幾 蛤? 因為我剛剛講取角是V在P-back軸上 那我現在講它的計算方法是IJK的畫 我們把它畫一個矩正 它出來是640 這是201 我沒有學過矩正 你沒有學過矩正 沒有 沒有啦 好啦 標準性的名字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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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性的名字 所以我在想什麼 那沒有學過的話我們只能說就到這邊 因為它計算上它是它可以把座標手帶進來 它可以直到K 直接得到一個像是K的代表 那只要得到K的結果是什麼 只要K的結果就代表是 我直接得到 我只是失敗一下這樣怎麼算 你怎麼知道它的賽是幾個 我真的要算的時候不用賽 我真的要用像量去算的時候不用賽 我現在 為什麼 賽可賽我現在要解釋給你 賽可賽是因為這個角度剛好 但是我如果學會到你高三的時候學會矩陣的時候 你看這個角 用這個矩陣表直接來算的話 就不用算它的Style 你來看囉 I只是把I乘上4乘它0回0 J是這樣的一個結果也是0 K是這樣子乘起來 還是0 但是它有逆方向 I是這個方向0 J是這個方向這裡 K是這個方向是2乘4等8 而且它是負8 我現在舉個例啦 示範一下 在你高三學會矩陣 像量的這樣矩陣算法的時候呢 事實上所有東西就變得沒有賽 你正義角度在空間中正義角度 兩個相向可以直接做內體做外體 你只能用舉程算就直接算出來 懂嗎 有啊 有1啦 但是這是一個過程 這是過程 別的地方有1 對 當你學到三略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算是三維 你甚至到大學你可以學N維 全部而為你要算散口散 散口散在哪裡 第四次空間的散口散在哪裡 不知道 可是你如果學會相量的外積內積的話 你幾次遠都沒有關係 我都可以算了 OK 那我現在講的只是示範給你 當你知道這個意義 內積外積的意義的時候 事實上在後面的相量計算 它有更簡單的方法 好 好 是 我以為你是想要問4乘2 在這邊4乘2啊 我也想要問 我剛剛不是講 B的長度在這裡 角度算是來這邊 所以你現在是要算 相量A跟相量B的外積啊 相量A是64 相量A是64 對啊 六代表什麼 水平長度 對 四代表什麼 垂直長度 垂直長度 所以它你要算 喔 外積是看垂直 垂直 垂直啦 OK 所以你現在還知道 它是水平長度 那是現在啊 但是我說你學會了相量 你知道它是相量的意義的時候 在你未來學會相量的內積外積 真正的做法的時候 你就可不可以用它講度 我剛剛不是在這邊示範一次 你也得到八 為什麼你現在不用成賽斯塔 我成啊 賽斯塔就是4啊 賽斯塔就是4 蛤 B A 賽斯塔就是4 我跟我講 A 賽斯塔就是這段 4啊 怎麼這個 我腦袋走不過來 啊請啊 原來因為是 有點像垂直落空啊 這是A相量對不對 對 A相量代表60對不對 我懂了 A相量的長度是多少 我不知道A的 A的長度是多少 A的長度是多少 隨便 就跟它50 好 跟它50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36加到16 不用算啊 不用算啊 因為它這邊就是你的賽斯塔 這邊就是A賽斯塔 這邊就是A賽斯塔 這邊A有賽斯塔 就在這邊啊 這是我們的直角度標系 我以為你應該就懂了 我大概不知道A字 我看一下齁 這邊長度是C好了 請問它 後果你在Y軸上的量是多少 C Sine 這一點 Sine 這是C 這一段長度是不是 C Sine C啦 對 C是斜的那個 對 C是斜的那個 所以把它提過來這邊 不是把它就換成A啊 A賽斯塔 是不是就是這段高度 4 這段高度是你高度已經4了 對 2 2呢 2是B啊 B不在這裡 B就是貼在水面之後這樣 這樣理解 這樣理解 B貼在水面之後 所以它的Sine是1 它不用Sine 這個B是 這個 等於4 B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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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像不可以了 卡住一定要像圈圓一樣 趕快問 好 問了才有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不然你不問的話 就 就 又飄過去 又飄過去 好 所以 相量 基本上成績是這樣 那我們剛剛 其實 沒有講加減 加減沒有講 方向的加減 加減問題 加減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要講 有問題 有問題 要講 有問題 有問題 要講 要講 有問題 好 這次向量 A 太多 好 這次向量 B 好 A 加減 B 好 等於什麼 在數學上有點麻煩 你會把 平移過來 合力嗎 合力 也可以算合力 對沒有錯 就把它平移過來之後 我們說 A加V 等於這一段 A加V等於這一段 但是在 我們這樣算 事實上我們沒有辦法思考 可是如果這樣 就簡單多了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夾在A B 夾在B 這點的位置 坐牢得什麼 1 2 3 4 6 7 7 2 5 5 A這類是什麼 2 1 2 3 4 5 5 5 那香蕉會得什麼結果 5 1 香蕉 香蕉之後呢 9 7 9 7 1 7 1 2 7 2 8 3 2 8 2 8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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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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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5 5 5 看起來有像這個方向 有沒有 有 有齁 所以很簡單 像樣的器材就直接把XOY 拿來做計算加加一點點 同個方向的分量來加加一點點 這是像樣的價值 有問題嗎? 沒有 我們就下一集 誰? 第一組 好 2200 2200 明詞 做位置 就是你在哪裏 一個空間中心在哪裏 那個位置 都經常說是 這段時間在走的多久 然後 你還講我在聽 某一個簡單,但它沒有練習 位移是兩個位置中間的距離 最短距離的位置,直線 距離叫做位置 就這樣啦,還有呢 速度分的平均速度跟順時 然後平均就是在一段時間內 它走了多少位置 然後順時是在一個極限短的時間內 它走了多少位置 好,我們要繼續講 你們同學如果說他講了解釋 你有任何問題 先在你的書上打個吉他 然後等一下給問他,沒關係 如果他這樣解釋 你覺得跟課本解釋 一樣都讓你不懂的話 就做個吉他 當然你遇行的時候應該已經做個吉他 那他現在在解釋的時候 如果聽不懂再繼續做個吉他 那表示那一天真的不懂 然後速度是一段時間內 他走了多少步進場 然後他下面有三個 他說等速度運動必定為等速度 但是反思步一定成立 因為等速度運動有可能是 就是他沒有正等速度 可是等速度有 所以他可以在一個時間內 往朝兩個方向走 但是等速度的話 在這樣的狀況下就會改變 然後等速度運動必為直線 因為他朝同一個方向做等速度 就是相同的速度 然後但是等速度 因為他是 不進場 所以只要 額個速度相同 他可以朝 隨便的方向 然後速度改變的時候速度不一定改變 像 你朝一個方向做轉彎的時候 你的速度被 改變了 但是步濾並沒有改變 好 加速度是 你知道意思嗎 劃起來 圈起來 你的問題是什麼 它要把你固定的出來 一段時間內有速度的變化量 然後還有平均跟順時 平均就是一段時間內 然後順時就是無限短的時間內 謝謝 還有觀眾的重點整理 問題 還是回饋還是補充 來 子虹你要問問題 沒有問題 所有都了解 會有問題 差不多 因為這其實是屬於活動的範圍 好 萱 你說 那個 數據啊 應該是在角度上 就會不會看不太懂 那你可以幫你問題明確一點 因為是說看不懂 所以你把問問題問出來是兩件事 你能夠問好的問題 表示你就可以學到東西 你不知道你問題在哪裡 別人只能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你可能會不懂 所以最好你如果奇俗一點 你的問題是哪裡不懂 我應該將腳步那個 速度和速率差在哪裡 那他的朋友可以拿 OK 我這樣 好 你算 我在那裡是黃色 對對對 我給你講就好了嘛 對 黃色對 你沒辦法 沒有 速度就是 他是用位移去刷 所以他有方向 但速率沒有方向 因為他是用路徑長去刷 他會就是他 你從七點到終點 中間最短的距 叫支線 最短 對 最短 最短距就是支線矩 請問一下你現在 中間支線矩5最短 不知道是什麼 一定是最短的支線矩 速度和速度和速度 速度和速度和速度 速度和速度和速度和速度 速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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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所以他會做那個 中間 有 這樣就解決你的問題嗎 有 確定 請解釋一下 然後解釋什麼 解釋速度和速度的什麼 方向 不是 不是 常動嗎 不對 距離 距離怎麼樣 速度是 他是要在最短的距離 有些速度可以讀嗎 嗯 我記得說是位移跟陸進場的 喔 喔 是這個喔 喔 那 位移跟陸進場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 位移是什麼 位移就是 等 小人畫 那個 那個 其實喔 我們先不要覺得說 我們這樣上個 有時候會覺得 要花時間很長 事實上 讓你仔細一聽 我覺得 我們現在沒有習慣去聽別人講話 你仔細聽別人講話 他講的問題 如果你可以解釋一下問題 你也是學到很多 因為 有時候我們在發問 什麼是一個好問題 問你說 我這個跟這個比較 我不懂 那是一個好問題 我都不懂 是一個爛問題 嗯 好 你如果問題說 這幾個我都不懂 這是一個非常爛的問題 因為你就是 你連哪裡懂的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必須知道你哪裡懂 哪裡不懂 你現在差別在哪裡 你把它關鍵點找出來 嗯 別人可以根據你的關鍵點 去回答你問題 你學會了 他也學會了 喔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其實 你看 剛剛子蓉解釋完 你好像說你懂 可是當心理解釋出來的時候 你就講得 耶啦啦 表現你不懂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覺得你好像懂得 最簡單的 應徵方法就是去解釋看看 好不好 別人的問題解釋看看 那如果解釋得清楚 那就真的懂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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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跟位 你懂 位跟距離 位跟距離 好 那速度是 速度是 什麼 呃 好 好 然後問光源的工作 那什麼 那什麼車子 看儀表上 那叫速度還是速度 車子 醫表怎麼 速 他叫 速 你讓我選一下 醫表盤上 那個 我感覺那個 叫順子速度 嗯 你覺得 他的奏法比較好 是你的奏法比較好 他那個說吧 他有說 他說速度 不要 會不會要知識數據 蛤 你知識數據 儀標網上面數字代表的是數據還是數據 所以是訊息數據 儀標板上沒有方向 儀標板沒有套你方向沒錯 但是你知不知道方向 我自己知道我在用方向 那代表什麼 所以他知道用顯示 是儀標方向的 OK 非常好 今天子龍的解釋就很清楚 其實我們在講會比較不希望說 你們在回答的論文中 我覺得是速度 我覺得是速率 這樣是非常的簡單 你要稍微讀數 對 你要稍微讀數 我覺得他是速率 因為他沒有代表方向 但是如果坐在車上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順時速度 因為我有的速率 同時間我知道我的方向 我可以知道我現在的順時速度 但是儀標板的數字 你給我告訴你是速率 可是他儀標板的話就不會知道 對對對 你頭低一點都不讓你發 他就是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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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清楚 OK 這樣有差別吧 有差別 所以你支持速率 那你要告訴我為什麼你支持他 因為他那個數字 就是說 他都沒有把方向順進去 好 是你說 哪裡 就是在順時速度 OK D啊 那個D也看 那D是個符號 那D是數學符號 那D是數學符號 還微分喔 まあD值為9 它是從Delta傳過來的 Delta Delta是三角形嗎 三角形是二維一 三維三維 通常我們講一個 三角形Delta的AX 通常指的是 AX1-AX0 代表是一個X 那我如果講Delta 通常用T1-T0 代表實現X 對不對 我如果講Delta L 你可以講說這是距離X L1-L0 Delta為什麼有差別 Delta就是 差別 你如果叫英文的話 Different Friend Different Delta是差異性 差異性 差別 好 那在微積分的話 它是把這個Delta的意思 Delta是差異性 但是很小很小的差異性 所以它變成V 很小很小的差異性 就是說假設我從 座標軸上來看的話 微分有什麼關係 微分就是看很小很小的差異性 然後這是時間軸 它可以看到這個小的差異性 這是S 假設我現在有這樣的一個族形 我再從這一點 時間T0 到這一點時間T1 對不對 好 學校我現在畫出來的這東西 我要問你說速度是多少的時候 你會怎麼告訴我 他走了 S1-S0 然後除以T1-T0 這樣等於什麼 我的速度等於 S1-S0除以T1-T0 對不對 它的時間變化 距離就好像 相剪 相剪 對 對 就是時間變化 這距離變化量 不會影 但是呢 這個V太大 電力塔太大 對 太大就是 對 看起來 應該有吧 如果是物理 它應該會有定義 沒有 沒有定義 沒有定義 有定義啊 那什麼叫太大的 安創 可是你就它的 數字上的定義 怎麼去定義它太大 這就是定義啊 你可以測量的 融資都太大 但是從你叫做Delta 很小 Delta很像 OK 那我的理解是 你很難去定它 什麼叫太大太難 事實上講微分 指的是從別的個別 但是比它大一點點 無限 無限小 那一講Delta可以說 比無限小大的就是Delta 我的認知是這樣 就是說 你比無限小大就是Delta 那怎麼叫做小呢 看你把它說回來 一級無限小嗎 還是什麼一級無限小 就是 無限有分等級嗎 我就不知道你怎麼說 無限怎麼分等級 因為無限大 數學有 怎麼分等級 這樣比 那時候 就要比說 實數跟分數 它們雖然都無限多 但是 有差別 不是啦 實數跟分數一樣多 是實數跟整數都是無限多 但是實數比整數要多 對對對 那我知道啊 但是我們請問 他一定會的一單 好 現在問你啊 X是無限大 Y是無限大 X跟Y是比較大 X跟Y是比較大 沒有辦法比較 你那個東西可以證明 因為我們可以在兩點間 找到無限多的實數 所以那是無限多的實數的無限多倍 所以它一定是比你的整數無限多來還多啊 就是可以用證明的 可是我剛剛講 如果我先講 這個東西是無限大 這個東西也是無限大 全哪個比較大 就不知道 我們就不知道 我剛剛說是無限小 這也是無限小 哪個比較小 不知道 就不知道 那通常來講 我的理解是 我們在把這個T往回推的時候 推到金是重疊 但是不能重疊 那個點就是無限小 哦 所以要重疊 但是不能重疊 那個點就是無限小 那懂我意思嗎 那到底有多小 那是看你的機器 你的機器 譬如我們常常說 我現在 你把一個方程師一直圍他 不是一直圍他 方程師沒有什麼叫一直圍他 圍分就是一次圍分 兩次圍分 一次圍分就是它的 我們現在看喔 我現在取得一點齁 大家有感覺嗎 我當我正在藍色形式往後退 退到跟TQ重疊的時候 希望它速度方向是哪個方向 速度方向 速度方向 速度的方向 速度的方向 速度的大小 不能講速度方向 我再重畫一個圖 然後 假設我的速度是這樣子 我現在從T0的這邊 從T1的這邊 所以我看起來的速度是不是 這樣子 速度是有還是沒有 幾乎是0對不對 對 可是當我切到這邊的時候呢 欸 我們速度還蠻大的 對 對 當我再切過來 速度好像也很大 再切過來 速度在這邊 再切過來 欸 所以速度 如果 想要說 會 只要再切到 白色這條線上 我的速度大小 會是哪個方向 就是在這個圖面上 我手畫的方向是哪個方向 對 對 對 正確的速度也說法 就是說 這個點的切線方向 欸 同不同意 可是不是點沒有 跟你舉的 沒有什麼 點沒有大小 點沒有大小 我剛才講切線方向 一個圓上 我真的一點 你可以畫上切線方向嗎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那你如果這個點 不能畫些 不能沒有大小 可是 他沒有圓 一樣啊 任何一個曲線 都可以定入切線方向啊 喔 不用了 不用了齁 任何一個曲線上的一個點 都可以定入切線 切線第一是什麼 它只交於這一點 只交於這一點 只交一點比較切線 OK 所以 導入它的切線方向 對上的切線方向就是這一點的 順直速度 也是順直速率 也是順直速度 也是順直速度 因為它沒有方向 因為它有方向 欸 那為什麼可以 因為你可以抓住 因為它會太小 因為它會太小 它基本上你的路徑 就跟你的 跌去 跟你的那個叫什麼 位移重疊 喔 你的路徑長 就跟你的位移重疊了 喔 就重疊了 好 好 OK 今天上到這邊 同樣的喔 就是有問題 記者 預期的時候 人家寫下 現在到22節 現在到22節 沒有 我們沒有進度 因為 正常來講 我期望是一個禮拜 等一下上 三個小時至少 我們要只有兩個小時 我也沒有把握 用一個禮拜兩個小時 可以把這本書上路 把我正門所有的 高度的物理師們上路 我不見得能夠 但是我們 與其 嗚嗚嗚的上完 還不如每個階段仔細上路 你可以有自己的進度 如果你進度很快 你可以有自己的進度 好不好 那我們可以做試一下 找路 然後第一章的作業 我不知道你做了沒有 第一章的作業 如果做了 有問題的要來找手 OK 好 下盼